一二三 这是我的 好拿吧 一二三 那过一一块 过一一心 一 二 四 好 洗一下 这不是又收到一个大的快递啊 这还是之前的奔驰作业 之前是发德邦发德邦 因为最先开始 我们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呢 报了一下长城宽 他说预估可能是两百市之间吧 所以我们觉得两百多块钱可以寄回去啊 还比较能够成熟吧 就寄过来了 后来真的把这个座椅拖过来以后呢 他们觉得太重了 太大了 太重了 因为它是按重量和体积来收费的 谁最重还是按哪个收费柜 就按哪个来 后来因为还要打募价吧 然后打完募价报价呢是780块钱 我觉得当时就觉得贵了 就一直在纠结 哎 这个事真的说起来就非常长了 好吧 开车回去再给大家闹吧 说来话长啊 700块钱就有点承受不了了 所以就一直犹豫就一直没发货 就一直压在这 然后呢 和卖家联系的时候呢 卖家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第一个呢就是说 它发货过来的运费 我是需要承担的 是245吧 256好像是 反正258 这个数字比较贴切我现在的心情 所以说 780 算750 加250 就是接近1000块钱了 我这里三把凳子一共是2300块钱 所以就这么一折腾 就砍了我一半的 损失50%对吧 然后我还得再去买 再去买这两把凳子700块钱加运费这900块钱 最关键的是卖家昨天我和他沟通的时候 他语气变了 因为他知道我要退货吗 是真的要退货 因为他之前是想到 肯定会在运费这块肯定会卡住 我就不会退了 后来又说 那你退过来吧 退过来后一定要包好 如果那个皮革啊什么的 就是上面有划痕啊 他是去收的 我这话一听我就 脑袋就炸了 昨天就 你想 划痕这个事儿 真的说不清楚啊 他划一下 他收到货他划一下 他也说是我运输过了 或者是我这边造成的 所以是明白的 他就是不想给你推嘛 那我花了这700多块钱寄过去 如果他再一拒收 我德邦再给我发回来 我前前回回运费损失 我就这一套座椅就没了 对吧 所以想想没有办法我就 就又把他拖回来了 怎么办呢 自己埋了一个苦果 要自己承担啊 嗯 给大家看看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卖家 我在多次咨询他的时候呢 一直承诺啊 因为我下面有装这款电池 这个电池高度是 23厘米长度是 长度是46宽是40 当时询问他的高度是多少 他一直说是最低的是28 最低的28 然后再往里面就可能30多了 所以28和23之间还有五个厘米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所以就这么痛快的就买了 哪知道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凳子啊 这是底部啊 这里有一个横梁 可能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吧 这个 它为什么那么重啊 可能它的用料啊 还是非常的扎实啊 你看它这个斜杠梁 就是说你看我这里 如果这装号 这边是地板吧 对不对 这是地板啊 拉一下 这个地方到这里 它只有21吧 只有21 啊 最高端这个地方 啊 才28 都只有21 所以呢 就会卡不进去 就装不进去 然后这里都磨损了嘛 当时在装电池的时候 这里都出现了磨损 就是电池上面磕的呢 在这个地方磕的 还有这里呢 卖货人他要是收货的时候 他肯定到时候百般刁难 他不收货 我就得不偿失了嘛 那个座椅就更不用说了啊 那个座椅是单人座啊 是准备装在这个主架上面 那天已经装上去了嘛 它是不能够调高低的 它只能够前后调整 它其实说白了就是 呃 可能是奔驰的那个什么V60 V260 后面的后排座 三 就是三 呃 三人座里面的一个单座 然后他 改了下面的螺素孔位 就把它当成了主架再卖 我买的时候啊 卖家是没有说的 他只是说那是个主架 他没有说高低不能不能调 哦 然后昨天在和他沟通时候呢 他说他说过 他也承认他的低点是22 但是他说了我没有说 呃 这里面的宽度 哈哈 我只问了高度没有问那个 但是我问了他最低的高度是多少 他说最低是28 这是他说的啊 好吧这是困难点啊 然后现在拖回来怎么办呢 我现在目前就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就是我想用 这个螺帽 大的螺帽 因为他之前21到23 差两个厘米嘛 差两厘米我想垫这种螺帽 这个螺帽大概一个厘米 我垫在这个地方 把它垫高 本来是想在下面打一个那个 支架的 打支架的话 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打支架也是方法 但是又要花钱 又要去打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暴力 也是最省钱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横梁直接把它锯掉 这个横梁这边拿锯子把它锯掉 这边啊 锯掉 其实我看了一下他 他这个 应该是没什么很大的用 你看他这边这支撑上面坐下来的这个 支撑架 这个是一个支撑架 他这个可能是起到一个更加 更加牢固的一个方法是吧 加固的方法 其实不要这个银是可以的 目前这是我认为这两个方法是最省钱的 第三个就是打一个大概五公分的架子吧 这种高的架子 铁架 垫高它 然后这个之间的距离 安装孔位距离就流出来了 这是目前我的想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上学去了 我没有帮手 很难 很难也要干 很难也得干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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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下来了 什么方式我都用了 哎 哎 哎 功夫不负有心人 哎呀 我已经 从 暴躁 到最后无赖 到最后 叫什么 嗯 到最后拼了 我就想了最后的两千多万象 我就丢水里去了 把它装好了 真的是磨呢 给大家看看啊 装好了 电池在下面 电池看一下里面的空间 前面就一条风了看到没 然后这里 这里顶住了 这里是 松这个 这条锁扣的一个开关吧 弹簧开关 这个我 我当时真的已经到了要锯掉它的冲动了 但是后来发进去 发现放进去就刚刚好 哎 里面一点风哎 就那么一点点风了看到没 一厘米的空间都没有了 是不是 这是和之前说的 它里面有两个横轴 这个被我费了好大的功夫 拆下来吧 啊 最近开始用 那个 手刹轮 哎 手刹轮呢 手刹轮跑哪去了 在这 在这 哎 手刹轮 嗯 火花事件 害怕 说实话 害怕 不敢用 我就用这个 嗯 手工锯 这个锯的 用那个锯铁的锯片 锯断了 好几根锯片吧 那锯片呢 断了三根 终于把它锯下来了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 再装上去的时候 发现里面还有一个 它里面还有一个横杆 它是这种 凹型的 正好又怼住那个电池 怼住那个电池上面了 知道吧 我真的就是到了什么 嗯 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崩溃 疯狂的程度 我当时就想 见佛 杀佛 是吧 谁挡我 我就杀谁的那种程度 管它是干嘛的 我就全部拿去了 哈哈 哈哈 然后去了以后 里面就装进去了 啊 我刚才说了吗 再疯狂的程度 再挡 它再挡我 我就把它也去掉 就到了那种程度 然后装上去以后 哇 我现在的心态就突然就变 啊 变好了 你看 刚刚好啊 这后面是一个挡板 正好把电池给挡进去 左侧这里有个台阶 这放进去的时候特别难 它要斜着 然后配合这个座椅的倾斜角度 把它塞进去 负极正极就在这边 到时候在这边切线 没什么影响 这个沥变器就放在这里了 我的奔驰梦终于圆了哈 但是属于那种无奈 被迫形化很圆的 哇塞 真是 我想想我真是太厉害了 我竟然把它装上去了 我都不敢相信啊 然后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经历吧 虽然这个坑呢 也是怪我自己 就是你买一个原配的 其实也没什么事了哈 就是自己那个内心哈 要怎么改装件啊啥的 嗯就踩到这样一个坑 其实在咸鱼里面呢 我也联系过那个售后 如果货不对版或者商家 描述的是有误的话 该怎么处理 那个咸鱼小哥跟我说 让我保留证据 退回去的这个运费呢 我们买家和卖家进行协商 如果协商不了的话 啊就申请申诉 然后咸鱼的那个人工售后 他们就会进来 就我来提供证据吧 证据吧 比如说我说的下面 空间是多少 他说是28 最小28 然后可能还有更高的30多的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量了 最高才28 像这种证据怎么去保留 哦当时我还蛮开心的 哎这挺好的 只要有证据就行 后来我后来才发现 关了电话 一翻一翻 第一 那个卖家在咸鱼联系以后 加了微信 我们到微信上面联系的 微信上联系没事 那个咸鱼小哥说了 在微信上面啊 证明这个卖家 微信是和咸鱼上面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就就行了 但是呢 我就发现这个卖家特别鸡贼 或者他们职业的一个套路 就是他保住你的东西 或者他提供的一些数据 我在那个我的聊天里面 几乎上没看到 啥都没有 我突然才想起来 我和他之间联系的时候 他全部采用的是微信视频 还不是微信语音 微信语音你是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的 对吧 可以留下来 还可以给人工售后去提供证据 几乎没有 我们几乎就成这样的 视频对视频 打电话 说你电视什么的2323 我28 最高最低28 其他的23都没问题的 你看这个都可以移的 都可以动的 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觉得他跟我语音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诚恳的 敢面对这个买家 对吧 觉得这个人还蛮诚心的 但是往往你忘掉了 他承诺的一些数据什么的 到最后可能会到了发生纠纷的时候 你是提供不了证据的 就是 就是说要留下证据 一定要留下证据 所以这个奔驰梦是苦涩的 真的是苦涩和无赖的 原来一个奔驰梦 主家还不知道到底怎么解决 装还是不装 我还可以纠结一下 这个不是大问题 只要电池固定了 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好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太累了 我天了 一个人 搞定了 看看 就是这样 奔驰梦 哈哈 好了 再见 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不算上当受骗 希望大家少一点套路 好就这样了 拜拜了 累人了 又是累人的一天 第二天 直播由包年全民 要是累人的一天 要是累人的一天